这边有两个图 一个在描述你心脏的左边 一个在描述你心脏的右边 那你心脏的左边会有所谓的左心室 左心室是我们这个心房心室当中 肌肉臂最厚的 它的舒服力量最强的 所以你会看到它的压力会从这么小的压力 增加到这么大压力 它的压力变化很剧烈 因为舒张时就很低压 收获时就很强很高压 压力很高 这是左心 左边的左心室 但如果你今天看的是右心室呢 平平都是心室 你看它的压力起步就很弱 因为它的那个力量 只要把血液打到肺上就好了 肺上就在心脏上面一点点而已 你又不要打到全身 压力就不需要这么大 所以如果今天看的是右心室 它的压力变化会不这么明显 你看到非常不明显 那以上这个红色的出现线是心室 那心房呢 在这里蓝色的线 看到没有 我本来是在接近零哦 在这里 后来上升一点点 比如上升到十 好没拱住 我们心房压力就这样 那个十毫米拱住是指心房收缩的时候 这时候心房收缩了 它产生个大概十几毫米拱住的压力 然后把血液挤到心室去 那相对于心室的压力 变化几百 一百多 它才一点点 所以我再强调 其实心房的收缩 在整个心动周围当中 它并没有那么重要 心房没那么重要 心室的收缩才是最重要的 你看两边都是 左心房的收缩起伏很弱 压力变化很弱 右心房也是很弱 那右心室强一点了 但最强最强 依然还是左心室 你看它起伏非常大 那这是指左心房 右心房 左心室 右心室的压力变化 如果光看它的内腔体积 你就会看到说 左心室它的体积会下降 又上升 又下降 又上升 因为它收缩啊 你看当我体积下降了 我的压力是不是上升 压力跟体积成反比 πV等于一个常数 就会出现类似的像 这边右边的也是 当我右心室体积下降了 我的压力就会上升 对不对 所以这个图呢 我们可以看到 原来心房心室有类似的趋势 那接下来我们要讲解这个图 我们就以这个图为讲解的对象 因为对面是一模一样的 可是右边的血压变化 压力变化 没有这么明显 我们在画上面的图会不清楚 所以我们今天呢 就以左边的心脏 心脏的左侧 包含左心房跟左心室 压力跟体积的变化 这个图为例 说明心动周期 好 大家准备好了吗 因为下面这个图稍微复杂一点点 那我先把背景跟大家介绍 这个图要怎么读它 首先呢 最上面就是心电图 因为心脏的肌肉会收缩 是因为有人放电 引发你的收缩 心电图引发肌肉的收缩 因为它放电了嘛 好 那我们知道心电图有所谓的P波 后面有一个叫QRS复合波 然后紧接着后面一个叫做T波的构造 我们的心电图就分为三大波型 P QRS &T 好 那这波型变化的时候呢 就会引发心肌的收缩 而改变你的心脏内的压力 那我们可以看到主动脉的压力有在这里 平常主动脉压力低低低低 好 心肢收缩会把主动脉压力推高 为什么 血液被挤到主动脉了 使得主动脉压力变高 好 那当心脏输张了 它会降回来 可是你会发现 我们的动脉压力 永远都很高 动脉的血压不会掉的 它永远都很高 因为当你血液中到了动脉了 你可能可以回流到心脏 让心脏压力比较那么高 不好意思有半月半擋住你 所以你会发现不论心脏收缩还是舒张 动脉的压力永远都是高的 而它的压力很高 后面的小动脉后面的微血管压力就没那么高 所以动脉可以不断的流动 它的血液就可以不断的往后面的小动脉流动 流到小动脉去 因为它永远都是高压状态 我永远都是高压 只要旁边比我低压 我的血液就能流 即使现在心室舒张 心室如果舒张了 心室的压力下降了 我的动脉依然是高压 所以我们的血管设计会让动脉永远在高压 就算心脏舒张了 压力还是很高 大概80毫米孔数 就是舒张压 所以上面这个橘色的线线 就是主动脉的压力变化 然后往下走 后面有个比较红的出现线 就是心室的压力变化 心室的压力变化就会很剧烈 它可以从很低跟动脉跟静脉一样低的 接近零的血液的压力 到收缩时接近主动脉的压力 所以在我们身上 左心室的压力变化非常大 可以从非常低到非常高 到非常低到非常高 好 那接下来呢 这个蓝色的线线就是心房 心房的压力 你可以把它视为是一种静脉的压力 静脉压力就那么低 而心房其实就是类似静脉的延伸 对不对 所以心房可以视为静脉 所以你会发现这整个图里面 静脉的血压都超低 都含心房 都很低的 动脉的血压都很高 所以才会从动脉流向静脉 产生一种压力低度 可是心室就不是了 心室这个过道很特别 收缩时我的压力超高的 跟动脉一样 舒张时我的压力超低的 跟静脉一样 所以你的心室必须要有这个能力 压力从很高到很低 我都做得到 而动脉就维持高压 静脉就维持低压 那你的压力从大到小 怎么会产生压力变化呢 在心室上 心室为什么压力变化 因为体积啊 我现在舒张的时候 我体积好大 压力自然就小了 对不对 可是当我今天收缩了 我的体积缩小了 下降了 我的压力 不就上升了 压力跟体积成反比 这边可以看到 流体力学就是这样 跟我们讲的 不论是气体还是液体 都一样 所以今天心脏收缩 造成体积缩小 我压力就会变大 此时我的 心室的压力就会很高 舒张的时候 心室压力就会很低 好 那以上是这个图的 判读方式 最下面呢 是心音 我们所说的第一心音在这里 看到吗 第二心音在这里 好 从这个图 我们可以看到 心电图 压力跟体积变化 还有心 他们这四者的 相对时间关系 相对的时间关系 如果大家要看清楚 我先把其中一些字 插掉可以吗 因为它有点乱 我把插掉一些部分 因为它挡住我们的探读 以这个图来讲呢 我如果把它整合在一起 我可以这样整合 接下来用粉红色好吗 好 我帮你管它的 这一段时间 是心房收缩 写个房 收缩 后面呢 全部都是书章 只有收缩 而且收缩 好 紧接着 心室呢 这是心室的事 这一段时间收缩 看到这里 到这里 收缩 其他时间都书章 这不就是我们 很早以前 在我们课文上看到 心房跟心室 他们收缩的时间关系图吗 心房的收缩时间超短 后面全部都在书章 而心室呢 这段文化 红色背景的 是收缩十段 其他全部是书章状态 所以从心念图 可以配对到 心念图的批波 要引发 心房的收缩 所以它批波发生之后 后面就是它的收缩 而QRS符合波 是引发心室的收缩 所以QRS符合波 发生之后 后面就是心室的收缩 那其中 批波是什么呢 是两者接书章 所以发现它书章 就是心室的书章 它一发生之后 后面就紧接着 心室的书章 所以心房 心室收缩跟书章 一定是搭配着心念图的 心念图就是 我开始收缩 后开始书章的电讯表现 所以批波代表 心房收缩 QRS是心房书章 心室收缩 而T是心室书章 你在时间上面 也看到 对啊 我一发生电流 该收缩的 该书章的 就会随即发生 第二个呢 需要讲解的是 那心音在上面 会在哪里出现呢 第一心音 发生在这个时间 我写个 音1 第一心音 在这边 那这个地方 叫做第二心音 写个音2 所以过去 我们在课堡上面 所学到的心电图 和心房心室收缩状态 和心音的时间配合表 我会用这样来方式表达 心电图的QRS-4 或者后缘 就是第一心音 T波再往后一点 就是第二心音 而P波的往后一边 一点点 就是心房的收缩 在这里 在这里 好 QRS-4的后面一点 就是心室的收缩 在这里 好 那其他没有被画成蓝色的 或是粉红色的背景的 就是那个心房 或心事书章的时间 到目前为止 我现在所讲的内容 是我们高中课程会讲的 就到这里了 其他的我们就不太设计 但这个图 其实映藏了很多 很好玩的资讯 所以我接下来讲的内容 高中课文 或高中课程 是不太设计的 接下来是我的补充 从这边以后 这个图当中呢 有两个时段 非常的奇妙 非常神奇 也就是我被标注成 蓝色背景的那个时段 好 我换一下颜色 换蓝色好了 然后比换细一点 就是从这里到这里 这一块时段 跟这个时段 我画成浅蓝色 为什么呢 然后下面英文写成 IBC跟IBR 我们中文叫它 等体肌收缩 这是等体肌书章 所以从这里到这里 是星式收缩 从这里到这里 是星式书章 可是你发现 星式收缩后书章的 前半段 都叫等体肌 什么意思呢 让我好好解释一下 因为你看在这个书章 这个收缩前半段 它的体肌 就绿色这个线是体肌 没有明显的下降 我不是收缩了吗 体肌不是要减少吗 可是它减少幅度很低 几乎没有变 好 体肌不变 所以叫等体肌收缩 那它收缩的力量去哪里了 转变成压力了 所以这边压力狂升 同理 当我在书章的前半段 就这个是前半段 这边是前半段 等体肌收缩 这是等体肌书章 我的体肌 应该书章 应该往上增加 可是在一开始的时候没有 我体肌并没有明显的增加 那我就书章的力量去哪里了 变成压力狂降 所以我的体肌变化很小 可是我压力会掉的很多 所以你会发现在 星式收缩后书章的同时 有的时候是 体肌没有什么变化 但压力变化很大 有的时候是 压力没有什么变化 但体肌变化很大 就是指后面这个阶段 那这体肌变化 缩得好小 压力变化很弱 后面这个呢 明明是书章啊 体肌变得好大哦 可是我压力几乎没有变 所以我们星式的收缩书章 很麻烦 它包含了 以增加压力或减少压力为主 还是增加体肌或减少体肌为主 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状态呢 请看上面那几个那个小图 这个图我解释一下 上面这是动脉 下面这个这个是心式 这是心房 所以这边有两个半膜 上面这个半膜是位于心式跟动脉之间的 就是半月半 下面这个半膜是位于心房跟心式之间的 就是二间半 又称房式半 那因为我这个图讲的是左心房 左心式 所以这就是左二二间半 下面是不是大动脉 第二半是大静脉 静脉的部分 所以这边的血流 是由下面流到心式 心房再流到心式 再连到动脉 它是这样表达的 一开始呢 我的心脏全部都打开 心房跟心式都是疏脏状态 静脉血会直接流到心房 就直接穿到心式去了 你只要心脏是疏脏的 静脉血自动就会流到心式 而且是穿过心房直接到心式 那到了前半的这个阶段 就是我现在画这个阶段 这个阶段呢 我的心房我也会收缩一点点 所以它心房收缩了 这个收缩呢 会把剩下一点点血打进去 所以我再过去强调 心房的收缩不重要 因为就算你不收缩 前面这个阶段 大部分的静脉血 已经到了心式了 接下来关键来了 我的心式要收缩了 就这边 要收缩了 那一开始收缩的时候 它做的第一个动作是这样 这个门从开变成关 为什么 会这个门先关 因为当我这边收缩的时候 这边是不是压力开始增加 批开始增加了 那你这边压力增加 只会造成两件事 第一 往后关这个门 或是往前开前面的门 那为什么今天是先关门 而不是先开门 这是动脉 动脉的压力 超大的 超大的 动脉压力很大 你看上面这个图 主动脉压力永远都高高的 所以今天前面压力好大 你要推开这个压力把门打开 不好意思哦 你还没这个能量 你还没这个能力 所以当你的心次 开始收缩了初期 先把后面的门关起来 因为后面的压力很小 当你这个门一关 你会发现 从这个门开 被这个门关 我的心思 不就变成密闭状态吗 前门关 后门也关了 密闭状态 我现在体积缩小 我现在压力给你 体积就几乎不变 所谓体积不变是说 我本来是一公升的水分在里面 我缩小成0.99公升 只是减少了1% 一点点哦 可是我的压力会狂升 这叫等体积收缩 当你密闭状态的情况之下 我只要轻轻的缩小一点点 压力就会增加很多 前提是要密闭 所以为什么前面有个等体积的收缩 它一开始等体积收缩 就要把后门关起来 到里面没有密闭 然后到里面压力开始狂升 体积变化很小 所以这个情况叫等体积收缩 到了后半段 我现在指的这个点 我要结束了 压力已经很大了哦 大到什么程度 大到跟动脉一样大 你发现 你看这边 你看这边这个图 这边的压力是不是跟动脉一致了 此时我的压力跟你一样大 我就可以把前门打开了 我的压力跟动脉一样 我把动脉的这个半膜打开 各位这半膜就是半月半 当这个半膜打开了 我就不密闭了 我的血是不是就可以被挤出去 一挤出去 体积就狂降 所以大家 为什么前面这边体积降的慢 因为我密闭 我的血吃不去 所以我这样一天天压力增加好多 可是这个阶段呢 因为我open了 前面的半膜打开了 我的血一跑出去了 我的体积会狂降 可是压力呢 平均不大 因为我不是密闭状态 我不是密闭状态 就像我拿一个水壶为例 我把水壶关了紧紧的 我轻轻一压它 里面的水的压力就变得很大 但如果我先把盖子打开 我轻轻一压 里面的水就噴噴出来了 可是你这样压力并不会增加多少 因为它不是密闭状态 OK 那所以你看 为什么有等体机收缩 它一定是起 起至于某个门关 终于某个门开 有发现吗 而等体机收缩期间 两个门都是关的 所以我要先关某个门 让我密闭 那怎么结束 我开了某个门 好 那第二个阶段叫做等体机舒张 也是的 你看它一开始长这个样子 因为血液的往外流 流到动脉去 好 我现在开始舒张 舒张 好 舒张完之后 这个舒张的过程当中 我的批会开始下降 对不对 而上面的动脉压力很大 所以我要先关 先关这个门 吗 还是先开这个门 当然先关这个门 因为这个门压力很大 直接把你关起来 你只要压力一下下一点点 动脉跟心事的门就关起来 所以它起自于 这个门关起来了 这是等体机舒张 那一直舒舒舒 压力越越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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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到比心房还低的时候 就在这里 这个门就打开来了 我的压力比心房低 心房的血就冲进来了 换这个门开 所以又来了 等体机舒张这个阶段 起自于这个半膜的关闭 终于这个半膜的打开 所以等体机收拾 等体机舒张 都是起于某人 关闭 终于某人打开 那只是你要知道 是哪个半膜 等体机收拾 是半月半 不好意思 转错了 是那个二间半 重开变关 而 那个 等体机舒张 是由 那个半月半打开 变成半月半关起来 这个阶段 我打三角形 引发了等体机收拾 或等体机舒张 而这两个阶段 不都是某个半膜关起来吗 某个半膜关起来 就会产生血液回流 撞到半膜的冲击振动 就是心音 所以心音 为什么发生在 等体机收拾 和等体机舒张 这段期间 因为等体机收 等体机舒张的 一开始 是某个半膜关起来的 关起来就会引发声音 而这声音就会持续 整个等体机收拾 跟等体机舒张的 这个时段 所以这个图很棒 它可以把心电图 它可以把心音 它可以把 体机收拾舒张的模式 做一下时间上的统整 如果你今天要让你的心 心事压力要快速上升 或是让你的心事 要快速下降 前提就是 我要让它密闭 密闭才会造成 等体机收拾或舒张 那密闭一定要 两个半膜都关闭 像这样子 那你看 这个前身是 这个半膜是开达 我就让它关 所以这边关了一个半膜 而这边呢 两个半膜一样密闭 但它的前身是这个打开 所以我要让这个半膜关闭 所以等体机收拾 是让这个半膜关 线头子 第一个 那等体机舒张呢 是让这个半膜关闭 所以等体机收拾 或等体机舒张 一开始 已经是让某个门关起来 你一密闭了 我的体积缩小 我的压力才会狂升 不然就会像后面 我虽然体积算狂降 可是我的压力 怎么没有跟着狂升呢 因为血液流走了 它并不是个密闭的状态 血液会流出心事 同样后面也是 我的体积快速增加 为什么压力下降的幅度 就一点点呢 因为血液流进来了 压力不会因为你变大而变大 不会压力体积变大而变小 因为血液会流进来 不是密闭状态 所以我们的心事很麻烦 它的前面的动脉压力很大 后面的肌脉压力很小 你必须在压力大跟压力小之间 做转换 然后适当的关某鞋门 使得你的压力在里面 可以从很低的压力狂升 或者很高压力狂降 就是我们心脏的演化 很厉害的机制 是一个很好玩的Bump 这题的11吗 我刚刚讲的第二题 这个血液从静脉流到心房 总是发生 因为心房跟静脉之间 是没有半膜的 所以你的心脏 随时静脉血 都可以往心房的方面流过 因为没有半膜挡你 好 这题的11吗 实习3 实习3是心事收缩 对不对 好 心事收缩的时候 冠状动脉会有血流吗 答案是 不会 有两个原因 因为当你心事收缩的时候 我这边画个心事收缩了 血液是不是冲到动脉去 此时我的这个半月半 我就打开 冲过去了 半月半打开了 那半月半一打开 不就挡到了我 冠状动脉的入口吗 在这里 所以当心脏收缩的瞬间 我的冠状动脉是没血的 因为开口被半月半挡住了 这是原因一 所以它没有血流 冠状动脉没有血流 原因二 当我的心事收缩的时候 我的心事里面的血管 也被压扁了 这个血管就是冠状动脉 冠状微血管 冠状静脉 那我的整个冠状循环的血管 都被压扁扁 血液怎么进得去 所以在心脏收缩 也就是所谓的心事收缩的时候 我写个事收缩 就是心事收缩的时候 我的心肌本身是没血的 因为冠状循环是没有血流的 冠状动脉 没有血流 原因有二 因为门口被关起来了 被挡住了 被半月半关闭了 第二个呢 是你的血管全部被压扁扁 就算半膜打开来 也挤不进来了 因为里面压力太大了 血管被压扁了 所以C血液 此时三号是心事收缩 冠状动脉是没血流的 那反过来问 什么时候冠状动脉有血流 心事疏张 那心事疏张在哪里 以这个图来讲就是 1.1 它有个4 忘记 因为4是等体积疏张 从4号4 1.1 到1 都是心事疏张 这三个时段 可以让冠状动脉缺血 可是2号跟3号 是心事收缩的时候 就没血 冠状动脉就没有血流 所以常说 心脏一辈子都不休息 这个说法不完全正确 心脏的休息时间 就在它舒张的时候 它舒张的那段时间 血液会进来 提供养分养气 它本身也舒张 也没有在收缩 所以它的舒张时间 就是心脏的休息时间 那各位可以从这个读 推断 心脏的休息时间 你看比例 从这里 过来 到这里 有没有差不多三分之二 心脏的休息时间 有三分之二 所以不要再说 心脏很辛苦 它一直在跳动 它其实真正的休息时间 占它人生的三分之二 请问你人生的 睡眠时间是多少 搞不好不到三分之一 所以你比心脏还辛苦 好 请问这两题还有问题吗 好 这两题 倒数 好 刚刚有人问了 第一题的B选项 他说 我先把它查理好 假时期 假时期 你看看一个很细的线 拉过来 在这里 假时期就是我现在 箭头指的这个时期 假时期 是不是就是 得到的血压 就是所谓的收缩压呢 不是 收缩压是最高点 而且是指动脉 我先把动脉的压力 画给你看 这个是动脉的压力 好 动脉的最高压 就是我现在指的这个箭头 这边才是收缩压 那 苏张压就是最低的时候 就这里 这个箭头 这个位置 就是苏张压 所以并不是 他的题目中 所说的假 这个假的箭头在这 不是他 假呢 不是收缩压 也不是苏张压 因为假的时候 动脉的压力 并不是最高 也不是最低 所以这题的B就不对了 收缩压 已经是动脉压力 最高的时候 那苏张压就是压力 最低的时候 那你如果 如图上我的箭头所指 收缩压在这里 苏张压在这边 他动脉的血压 最低的时候 因为这边有个细细的线 看到吗 太细了 这印刷问题 太细了 哇双关语 你考的也太细了吧 你的线也太细了吧 双关语 好 请问这两题还有问题 是吗 有呢 是吗 是 人